我們現在來介紹這個存量的三重機 存量的三重機就是其中有三個向量 那麼其中兩個向量先做外機 再跟第三個向量做內機 當然因為內機可以對調 所以因此這個也可以選擇C.AXB 這是相同的 那麼最重要的是我們要了解 AXB.C它是什麼意思 它在幾何上有什麼意義 這個很重要 好,我們來看 我現在畫一個叫做平行六面體 平行六面體 這個同學 他理解一下 因為不瞭解十倍是沒什麼用 假設我現在把這個平行六面體的 這個三個零邊分別用向量ABC來表示它 畫得不是很好,同學把它畫漂亮一點 假設這個叫做A 這個向量叫做B 那麼最後這個向量叫做C 來,第一個我們要先了解的是 AXB的絕對值代表是以AB為零邊的平行四邊形面積 所以代表就是底下這一塊的面積 好,那我現在先講一下 AXB.C代表的就是我現在所畫的這個平行六面體的底積 那我們先來解釋為什麼這樣代表是平行六面體的底積 因為AXB是底下這一塊平行四邊形的面積 那我有了底面積之後,我要算平行六面體的體積 其實應該是底面積乘以高 那麼高怎麼來? 來,我們再來看 AXB的方向是跟A垂直也跟B垂直也就是跟底面 或是上面這塊面垂直的方向 這是AXB的方向 那我現在要找高,當然就是從這邊畫過去 就是垂直 因為跟上面這個垂直 底下這個字長會垂直 所以這兩段的距離就是高 好,那麼這一段距離就相當於C在這個方向上的正色影 或是叫做投影 那我們講過你要把一個向量 求這個向量在某一個方向上的投影 我們是要把這個向量對那個方向的單位向量內積 所以因此我必須先算AXB的大小算出來 一除以後,這個就是AXB那個方向的單位向量 那為了防止這個算出來是負的 我就加絕對值 加絕對值之後 這個就是高 就是C在AXB那個方向 也就是底面的垂直的方向 垂直方向投影出來就是高 所以底面積有了 再來乘以高 就是體積 那底面積因為AXB大小跟這個AXB大小正好可以刪掉 所以只剩下AXB.C 那AXB.C 因為可能怕負 所以因此 我們一般寫絕對值 一般我們這個算出來有可能是負的 AXB.C可能是負的 你加的絕對值 就一定是正的 就是平行六面體的體積 好 那麼接著我還要再跟同學講一下 這個AXB.C 我們如果把它寫出來 它的行列式的方式 AXB我們是把它寫成叫做 I Z K 它寫成叫做A1 A2 A3 B1 B2 B3 好 那麼C 到底寫在前面跟後面是一樣的 所以C1 I 加上C2 Z 再加上C3 K 來內積 那我們這邊講過了 如果把右邊展開 右邊就是 假設是 多少 I 加上多少Z 再加上多少K 也就是右邊的行列式計算完 是等於這樣 那我再來跟前面的 C1 I 加上C2 Z 再加上C3 K 來做內積 那內積的時候 是不是X分量相乘 所以第一個 這個分量 要拿來跟C1相乘 對不對 第二個這個分量 要拿來跟C2相乘 第三個這個分量 要拿來跟C3相乘 那是不是等於我們 就不要那麼麻煩 就把這個I改成C1 這個Z改成C2 這個K改成C3 就有同樣的效果 那既然IZK分別改成C1 C2 C3 所以也不用那麼麻煩 一開始我們就做行列式的時候 就把這個行列式裡面的IZK 分別改成C1 C2 C3 所以這兩個就會一樣 好 好 那麼這個地方 我們順便還可以繼續往下講 我們現在到目前為止 這個行列式 叫做C1 A1 AXB.C 這個叫做A AXB.C 對不對 好 那我們根據以前學過的行列式 可以對調 行列式可以對調 兩列對調 會加負號 如果 同時再對調一次 就變成又回到原來的正 所以第一個我先把C 第一列跟第二列對調 所以第二列跑到最上面來了 好 這個時候C在第二列 第二列再跟第三列對調 所以對調兩次 所以B就跑到第二列 C這個時候跑到第三列 這個就是我們 這個地方所寫的A ABC 好 這個我們如果把回覆成 我們前面講 我們這個是 第二列跟第三列的向量 YG 在DOT第一列 所以這個時候應該可以選 叫B C 來DOT A 對不對 同樣的我再對調一次 再對調一次 按照剛才的方式 那第二列先跟第一列對調 那所以A現在在第二列 那第三列 可以再跟第二列對調 所以這個時候 A是跑到最後面去了 好 那這個是不是我可以把 寫的叫做 C CROSS A 我們講過第二列跟第三列的向量 外積 再跟第一列的向量內積 是不是這樣 好 那再根據我們的向量 我們剛剛講的內積 可以對調 所以這個我也可以把寫的叫做 C 來DOT A CROSS B 這個是不是可以寫的叫做 A來DOT B CROSS C 這個是不是又可以寫成 B來DOT C CROSS A 那麼同學有沒有發現 現在這六個都是一樣的 這六個都是一樣 那這六個都是一樣 很多時候 我們就只把寫成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 為什麼這個符號這樣表示 因為這個符號 你高興把CROSS DOT 放在哪裡 都沒有關係 你放這樣也沒有關係 你放這樣也沒有關係 都是對的 那同學一定會講說 那這樣子 怎麼會有 會對呢 你看 因為我們 給你這樣的符號 你絕對不可能先去做DOT 你如果先去做DOT DOT出來是一個存量 是一個數字 數字怎麼跟向量 再做外積呢 所以這是不可能 所以你一定會先去做外積 外積出來是一個向量 再跟向量內積 所以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可以把他寫成這種形式 那麼 寫成這種形式 A CLOSS B DOT C 跟A.B CLOSS C 是一樣 所以我們一般寫成這種形式 這種形式 就是隨便你 把CLOSS跟DOT 放在哪一個位置 答案都一樣 A CLOSS B DOT C 是這個 A CLOSS B DOT C 是這個 那A.B CLOSS C 就是B CLOSS C DOT A A.B CLOSS C 是這個 所以這兩個是一樣的 那麼這樣 當然同學想說 那這樣我把這三個箱隨便亂寫 可不可以 不可以 它只有一種規律 也就是我們前面 教過同學 GYG的方式 你只要按照 A.B.C.的方式來寫 我們寫 A.B.C.也可以 你寫 B.C.A.也可以 哪一個叫B.C.A.呢 這個就是B.C.A. 這個就是B.C.A. 還有一個 這個就是B.C.A. 你也可以寫成C.A.B. 這個就是C.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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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只要 反方向來寫 A.B.C. B.C.A. C.A.B.都可以 那如果順方向來寫 就要加負 好了 順方向來寫 就要加負 所以這邊的記憶還蠻好記的 好 有關於這個存量三重機 我們就要講到這個地方 好